各位太极专家、学者、教授、名师、传承人 大家下午好 我是李辉 是英国德应太极学院的创始人 英国健身气功协会主席 首先我热烈庆祝首届太极科学网络论坛 及世界太极飞移传承人网络展演活动的成功举办 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太极拳的习练要领与健身功效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的21世纪现在社会 人类面对很多的人均挑战 比如环境污染问题 人口老龄化问题 生活质量问题等等 高节奏的生活模式 高进军的就业市场 高强度的工作环境 给我们的精神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使大脑不仅耗能加大 而且容易造成中枢神经的软乱 进而引发身体各个系统 器官 功能的失调 给人类带来很多疾病 尤其是近两年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爆发和肆虐 让忙碌的人类不得不放慢脚步 对生命的健康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 开始新的思考 新冠疫情不给不仅给人类的身体上带来了 巨大的痛苦 还夺得了很多人的生命 而且对于人们的精神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于疫情斗争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当中 中国传统古老的健身 瑰宝太极拳 在优化生命 防疫抗疫 提高身体免疫力 提高生活质量方面 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在英国的三十多年教学当中 我们每年培训成千上万 来自各行各业的英国爱好者 我深深感到太极拳已经成为 受世界人民喜爱的 时尚古老而时尚的健身养生法宝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我们组织的网课太极拳和健身器工 为大家提供了安全方便 足不出户的健身方式 为英国民众 各族的社区人民 防疫抗疫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太极拳席练要领很多 可以根据不同的阶段和目的 分得很细 今天由于时间关系 我从自身的习练体会和教学经验 结合健身的功效 总结了三点 跟大家分享 第一 学会放松 心境体松 是练好太极拳的关键和基本要求 心境不是没有意识 而是提高自我调控能力 专注当下 排除外界干扰和杂念的过程 打拳时 我们经常说要进入练功状态 这个非常重要 只有内心真正的安静平静下来 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体内的生理 心理 呼吸和内劲的走势 微妙变化 有了这种感知 才能真正做到 以心行气 以气运身 打太极拳的时候 我们经常说 要气沉丹田 气灌四烧 气变周身 意道气道 通过这些意念的引导和动作的配合 我们有意识的促进和提高气血在体内的运行 使身体内经络通畅 促进微循环 使气血贯注于一手的部位 《皇帝内经》中说 甜淡虚无 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 所以健身的功效 要从心静开始 除了心静 体松也是练习太极拳的基本要领 大家都知道 太极拳不同于其他的健身运动 太极拳动作的招式 就是讲究松柔自然 这个松柔自然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身体上的关节 比如说双肩 双肘 双腕 双胯 双膝 还有双膝 还有双踝 踝关节 所有的关节都不能紧张 僵硬 绑直 都要微微的弯曲 身体的僵硬和着力 往往是精神紧张的表现 初恋太极拳的朋友 往往忙于认真的记动作 而忘记了松肩 树向 含胸拔背 松腰脸臀 容易造成身体的前伏 后仰 左右歪斜 或者紧张憋气的状况 好 说完了 洗练的第一个要领 学会放松 那我们来说一下 第二个洗练要领 揉中浴缸 调整身形 学会身体的放松 并不代表柔软无力 太极拳要求 揉而不软 松而不屑 揉中浴缸 要处处有弯劲 那么什么叫弯劲呢 弯劲就是周身像充满气的球 360度没有死角 在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 都感觉有一种沉稳膨胀的内劲 支撑发面的感觉 这种横劲 具体来说 就是有上下左右前后 这三维空间里面的对拔拉伸 那么上下的对拔拉伸 就是体现在我们要屈膝 我们要屈膝 落臀 松腰 松胯 顶头 竖向 头向上 北追向下 有这个对拔拉伸 那么前后左右呢 也是要有一种寒胸拔背 沉间坠肘 斩臂 疏掌 所有的 我们的关节 都是微微弯曲 能够成为一个圆形 有前后和左右的这种对拔拉伸 阳城府大师形容这种横劲 如年里藏针 太极经典 十三世行宫歌中也说到 唯履中正 神灌顶 满身轻力 顶头旋 这些都描述了太极拳 中正清零 柔中欲刚的特点 练习太极拳当中的棚镜 对现代生活当中 校正身形非常有效 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花很长的时间 在电脑和手机上工作 会很容易产生 颈椎腰椎的问题 那打太极拳 要求蓄灵顶进 下额微收 沉间树巷 特别适合 有颈椎痛的朋友们 长期洗练 可以有效地缓解 和预防颈椎病 那我们 下肢 同时要要求 维履中正 竖腰 松腰 竖脊 松膝收臀 对腰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放松和锻炼 可以缓解和预防腰椎疾病 同时 练买太极拳 要求脉步如猫形 轻蹄 轻落 带来的直接好处 就是强化骨骼和肌肉系统 好 刚才说了调心和调身 现在我们说说第三个要领 就是调整呼吸 用太极拳的术语来讲 就是气力相合 太极拳一贯讲究气力相合 太极拳的动作是由武术的攻防含义的动作组成的 那么根据身法的开和和 尽力的续和发 就要有意识的做加强加深的呼吸来配合 用气来注视 注力 体现这个拳法的意义 攻防的含义 比如在海底针的这个动作 当右手上提时 我们的身法是属于是开的状态 禁力是以蓄为主的 这个时候应该有意识的去吸气 胸僵扩展 感觉吸气贴于后背 引气入骨 这么一种感觉 当右手向下插的时候 这个身法是一个合的身法 禁力是一种发的状态 那么就应该有意识的去呼气 感觉气成丹田 腹肌是紧张的状态 有这种气冲小腹的感觉 这种呼吸的配合 是为了全驾全室的需要 叫做全室呼吸 是以气运身的重要内容 从健身的角度来看 这种身呼和身吸 可以对体内的内脏进行有效的 有规律的按摩 长期吸炼 太极犬可以促进呼吸系统 循环系统和消化系统的功能 那么在太极犬 视子比较长 动作比较长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要需要一定的自然呼吸 当吸则吸 当呼则呼 这么一种自然状态 在多年的教学过程当中 我遇到了大批的学员 在开始练太极犬的时候 都有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和基础疾病 由于年龄的问题 像关节的问题 呼吸的问题 或者其他的高血压 三高的问题 都不是年轻人 但是通过长期的太极犬的练习 他们的基础疾病都得到了 大幅度的改善 他们也因此又焕发了青春 精神生活状态 得到了非常好的提高 太极犬神情合一 内外兼修 有助于人 成为有自控能力和健康心理的人 不止有益于有益于健康 还可以修身养性 让我们成为一个快乐 和谐 美好的人生 在此 我送给大家古罗马诗人 雷吉尔的一句话 最大的财富是健康 The greatest wealth is health 世界卫生组织 对健康的定义是这样的 健康是指生理 心理 及社会适应 三个方面都全部良好的一种状况 而不仅仅是没有生病 而太极犬就可以让我们在这三方面 都进入一种非常良好的状态 最后感谢大家聆听 祝大家身心健康 生活愉快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